常言道女人的眼淚像珍珠 徐若瑄淚灑東京影展 除了不能走上開幕式綠地毯 拍電影的心酸也傾瀉而出 哭得離花帶淚還來這麼一生 當然對我們電影來講 電影中國是我們最重要的事情 情緒受波動 事後她也老實說 那導演就發言了 一個從內心的一些感言 那我就想起了昨天 我跟小天鬥倒 居寧在後台的一些很期待 要走綠毯的狀況 然後就忍不住了 感情比較豐富 徐若瑄直接反應 卻引發了不理性的 大陸網友群起攻擊 在她個人微博留下情緒性字眼 例如你等著被大陸封殺 日本是你的羊母嗎 更過分的甚至是人身攻擊 直接罵她腦殘 骯髒的字眼充斥著她的微博 徐若瑄則簡單回應 算了不要被別人影響 做好自己就好 扮得美美還要被罵 也只能自我安慰 沒有關係再穿 舒淇說再穿一次 她在微博上轉發了 我的微博 她說沒有關係再穿一次 然後我也想一想也對 我再找機會再穿一次 中國電影代表團團長江萍 在東京營戰刻意打壓台灣 可惡的嘴臉讓人氣憤 而政治扯上電影明星 只是鬥爭下的犧牲品 何其無辜 一電日陳德新蘇美舞 陳雲強 東京採訪報導 sava 採訪 猎 採訪 超